本县荣民服务处日前在荣兴餐厅举办的荣兴志工年终感恩餐会 邀请了多位荣民荣卷时长关怀付出的志工参与 会中许处长也对志工队的付出 对志工队的期许 并颁发聘书给新聘的荣兴志工 感谢他们本着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伪善罪乐的精神 对推动志工的服务热忱 在这边真的 我代表你们的同仁来再次的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另外我今天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的志工伙伴他们在做些什么事呢 其实他们平时呢 会协助我们这个保持 陪伴 还有协助游民圈众医 另外我们有一些活动啊 也需要他们来支持资源 因为我们的资源还有人力有限 像我们5月23号 我就会在冯熙星辰办理一场 这个春节灰豪的活动 因 处长许淑清借此盛会也表扬年度基优 荣心志工林采云等15人 并赠送奖品鼓励 和转班志工月育金 荣获卫福部111年度 自愿服务基优同牌奖 感谢他们热情参与 荣明荣卷照顾服务工作 长期为长辈们意见 修荣以及亲自到 荣明荣卷家里服务关怀等等 现场志工表演节目 冰演冰冰唱冰带动联谊 场面相当温馨 处长许淑青也转达了 辅导会主委洪世宽 感谢每一位志工伙伴 常年的奉献不辞辛劳 期许大家秉持服务照顾精神 在营造欢乐团队氛围 攜手共同合作努力 对荣明荣卷付出关怀 记者王海龙报道